今天很流行二手衣二手包對不對 但是麻煩的就是 有三個星座男朋友 他會送你前女友的戒指 然後改了戒尾就給你 真的假的 這個要特別小心 一個就是射手座的第三名 星座招數其實只有那幾個 所以你會發現射手座老男人 笑話就只有那幾套 如果你嫁了射手座老公 你一年之內 就可以聽完他所有的笑話 他的哏大概就是那幾個 第二名是天秤座 天秤座就是像剛才主持人家講的 你為什麼叫錯一口氣 他怕麻煩 怕叫錯名字 而且天秤座的招數 一般來講只要一招中 他就終生使用天象 例如像陳冠希最有名的案例 大家都送一樣的戒指 手環 用一樣的方法 用一樣的簡訊關心 他一招就可以走天象 所以志偉 你叫每一個女人都是寶貝嗎 都是寶貝嗎 第一名叫老婆 第一名可怕就是 我們汪峰先生的巨蟹座 巨蟹座的男人本來就很多情 他很煉舊 所以他知道的就那幾家餐廳 他知道的就那幾個公園散步 他知道的就是那第二棵大樹 所以比如說巨蟹座的藝人裡面來講 比較經典符合這個案例 就是李宗盛大哥 可能每一任的女友 他都會寫歌 抒情浪漫 跟汪峰的這個招數有沒有 有點雷頭 所以巨蟹座是多情又煉舊的男人 他會帶你去 所以他覺得最好的那家餐廳 再吃一次飯 但是至少 李宗盛大哥他不會重蟹座 那個老實講的 汪峰也沒做錯 我如此愛妳 他就是會這首歌 對 也沒錯 好啦 他對他們都我如此愛你們 對 所以你知道汪峰這段時間 其實風頭很賤 跟張子儀談戀愛 高調談戀愛 被大家祝福 但是卻被網友取了一個綽號 叫什麼呢 苦命孩 他哪裡苦命 你知道汪峰在大陸上就說 他比較少上頭條新聞 終於搭上了張子儀之後呢 頭條的機會來了 好 可是網友就認為說 汪峰大哥最近拼頭條新聞 六戰 屢戰屢敗 屢敗在屢戰 屢敗在屢戰 可是屢上不了頭條 因為他每天 他的這個新聞看起來很大 即將攻上頭條的時候 就被一個更大新聞掩蓋住 講個提下去 對 苦命孩 我們來看第一個 汪峰宣布 因為他跟張子儀要談戀愛對不對 他要把他的婚姻結束 就要把他這個真的婚姻結束 就是康作儒對不對 汪峰終於很高興的跟全力亞講說 我離婚了 跟康作儒離婚了 要正大 名正言順要愛張子儀了 沒有想到那一天 什麼新聞 有一個更大的人 有一個更大的一隊離婚了 王菲跟李亞峰 這個不叫衰 什麼叫衰 他被蓋下來了 好 另外 第二個他開演唱會了 結果呢 他要一個演唱會 你知道又是跟張子儀可以搭上線嗎 又有一個大新聞 那天剛好中國是恆大冠軍賽 恆大什麼呢 恆大是中國足球賽的一個冠軍賽 足球在大陸火了 全中國都要看這個新聞的 結果演唱會又被這個蓋掉了 好 千算萬算 你看 他發表新專輯的新歌的時候 他想這個時候又有張子儀幫他拉台 應該又可以了 沒想到那天又來了一個大新聞 哪一個 那天劉詩詩跟吳池龍才戀愛 這個還不打解 那天好幾對是不是 楊蜜還嫁給劉凱威 好 我跟妳講 演唱會也不行 這個新歌發表也不行 離婚也不行 那沒關係 我健康一點 我去爬山 他去爬蒼山 登到了蒼山頂了 這個總不得了了吧 我現在追愛情的力量就那麼大 我的毅力張子都被我追到了 登到蒼山頂 啪 那一天 就是剛剛講那個 王力宏宣布 宣布跟這個女朋友出來了 李雲迪也帶了一個甜妃 每天在家那邊咬牙戒指抓牆壁 好 那沒關係 他想說王力宏終端沒事了吧 已經應該不會有新聞了 反正我也要打王力宏結婚了 輪到顏耳我了吧 輪到我跟張子儀了吧對不對 好 他又開始要放幾個MV 要出新歌 又要開始來打這些歌了 他想這次應該 網友還幫他 汪峰老師 汪峰老師 該上頭條了 該上頭條了 我跟妳講那天一出新歌 完蛋了 幹嘛 怎麼跑到國際新聞去了 怎麼了 保羅沃克出車禍了 保羅沃克出車禍了 所以的所以 汪峰老師 我跟妳講 不只前妻們對他這樣爆料 我是如此愛妳跟恨妳 網友們也說 汪峰老師你就是個苦命孩 真的是只能用人算不如天算 來形容五連敗 真的 當保羅沃克也走了 全世界的影迷都在哀悼當中 國際大新聞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已經衰到底了吧 忠於的忠於 汪峰老師認為我先可以開始公布了 所以他公布 他在微博公布他新專輯 新專輯要出 要面試了 要上市了 請大家來捧場了 有想到這一天應該攻上頭條了吧 又有事啊 大S 終於證實懷孕 大S 被人家跑了多久 而且天天要在這個時候 而且最厲害在PO了一個大肚罩 我的媽呀 對 對 最亮相 我的天啊 是不是叫苦命孩兒 真的耶 六連 好啦 六六大順啦 看到現在開始可不可以翻身 變成頭條變塌的 這是現在的年代 跟以前真的不一樣了 完全不一樣 在他們的上一個年代 譬如說我們隨便講 林鳳嬌是成龍大哥背後的女人 朱立倩是劉德華背後的女人 他們可以一待幾十年的 現在沒這種事了 成龍跟林鳳嬌的時代 成龍是大大的後輩 當年在我們影壇台灣 只有二秦二林 二秦是秦漢 秦祥林 二林呢 林鳳嬌 林青霞 除了他們這兩位男女主角以外 好像旁邊真的都沒有人了 所以他們等於是全華人的偶像 林鳳嬌在跟成龍在一起的時候 她不是掉下來了 她是正在正頂端 最紅最紅的時候 沒一部片 對 沒一部片 不是她 就是林青霞 要不然就是兩個人拔不過來 可能在雀渣渣才亮到別的女主角身上 她們都是成功的男人背後的 那雙推她們的手 而且要很甘願的 很任分的就在這個 隱姓埋名一樣的 在這個男人的後面 什麼樣的女人 維維安老師 做得到這樣子 好 有三個星座女人 她完全可以做到沒有聲音 就默默的在後面支持著她的男人 一輩子就隱姓埋名 我們來看第三名可以這樣做到 是巨蟹座的朋友 是我們的林鳳嬌小姐 林鳳嬌的巨蟹座 巨蟹座 對她來講 她就要一個家 要一個愛 她這麼忍耐呢 塗的是什麼呢 她塗的就是老的時候 很老很老的時候 都沒有別的人的時候 我們兩個手牽手漫步的那種感覺 妳講話很有別有所指 所以說所有野化都 可死亡的時候 我也曾經聽過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成龍大哥在外面犯錯的話 聽說林鳳嬌小姐就會多一棟房子 所以她要的是一種呢 老年以後的一種半更安全感 所以她願意為這個夢想而接觸著 妳一直在強調要等老了以後 對 強調是非常老了以後 第二名呢 就是金牛座的女人 金牛座的女人 她本身就不喜歡出風頭 有一種人去KTV就是麥克風給她 她都說不要...叫我唱 那一種就是金牛座 所以她本身性格就是低調 在辦公室也是低調 談戀愛也是低調 不管跟不跟名人交往 她都是低調 她就是不喜歡出風頭 妳要拍她她就一直擋著臉 譬如說之前的金友庄小姐 她之前雖然是她當的人集團 但是在很多事前發生的時候 其實她不大願意曝光 她覺得她不要多講 算是比較低調的性 還有林依蓮小姐是金牛座 她嫁給李宗盛之後 她也是有一段時間 都比較退居在家裡專心的護駕 偉大的女人 還有一位 就是摩羯座 摩羯座的來講 她圖的就是一個身分跟地位 就是說妳在外面怎麼玩沒關係 反正我就是太太 她要的就是最後墳墓上木字名寫的 我就是妳唯一的太太 法律上的太太 而且公婆都挺我的那個太太 這個有誰 這個摩羯座的藝人比較少一點 比如像 你啊 李文Coco她本身是摩羯座 李文Coco 她婚後也是輔佐老師的一些 老公的事業等等 自己的演唱事業就稍稍停頓 就做興趣的 所以摩羯座本身來講 她除了低調性格之外 她喜歡參與夫家的很多事業 所以她常會成為那種 在家裡就是幫助老公 但是在外面盡量不出聲的那種女人 那可是朱立倩的話 在這上面榜上都沒有她 而且朱立倩她是牡羊座 牡羊座是一個性格 性格比較火爆 我想是因為朱立倩小姐 她家世背景還不錯 但是我相信劉德華先生 一定有給她一定程度的承諾 比如說到什麼時候我們是可以公開 到什麼時候我是會給妳一個名分 不然的話吉姆楊座很難忍得住 不信我們現場問主持人 如果是妳 妳忍得住嗎 十年 二十年都不說話 妳也有個歉 二十年喔 劉德華 劉德華 妳有個歉字 不是 我沒什麼見不得人的 為什麼要 就如果我跟一個人在一起 我就要大大方方在外面走路 我就牽著手啊 她是劉德華 還是劉德華 朱立倩也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朱立倩家世也非常好 不行 忍不住這口 也不是 我怎麼可能撐得住 那如果是比爾蓋茲呢 比爾蓋茲 越來越 如果她90歲的話 等一下 所以牡羊座 90歲的時候 她已經看不清妳是誰了 所以她才可能會要我 所以基本上牡羊座火象的 比如說射手或像羅傑獅子座 我也是很難忍得住的 劉德華我可以忍 妳可以忍嗎 二十幾年 我跟妳講 可是以獅子座的個性 是我可以忍 但我的個性的光芒是忍不住的 就是我一站出來我就是 我不要假 我就站出來就已經告訴了 這是我的 但是維維安老師 哪一些星座的男人 他們就會 譬如說出門的時候 他們明明有老婆假裝單身 其實有非常多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是最經典 就是最喜歡隱藏婚姻 隱藏身分的星座就是 我們來看演藝圈的案例 景榮 好厲害 因為當年2010年 大家算一算 她大概來台灣 也才不過兩個月左右 可是呢 就在那兩個月中間 她拍了這個MV之後 她跟蔡依林 愛的火花出來了 她走個秀 固定的價碼是多少 一場三萬塊 過了三個月 大家幫她算囉 2010年9月 她的走秀的價碼變得 哇 哪一些星座的人 最容易利用另外一半 讓她可以搭直升機 或者是拓展她的人際關係 簡單來說 就這些星座很容易 因夫而貴 或者是因妻就上了